穿著映著國旗的白梯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出席 國民黨國慶典禮 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這場選舉 它不只是地方的選舉 更攸關未來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能不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一走連兩個升旗 下午還有雙十音樂會 蔣萬安行程緊抓國慶主軸 反觀民進黨的陳時中 沒有任何相關活動 他的行程安排規劃 當然他的團隊可能比較清楚 陳時中選擇在臉書 以台北更好 台灣更好為題 提出首都市長必須勇於表態 傳遞台北人願為民主盡力的訊息 共機擾台像惡霸在家門口恫嚇 若有人不譴責 讓人非以所思 都打嘴炮 講這什麼規劃 我們每天要吃飯 共軍擾台是台北市長的責任嗎 是小文總統的責任呢 共軍擾台都沒有能力保護他 把他打下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炮口對準陳時中 也不忘拉台自家人黃珊珊 兩人一起出席 台北市府前身旗 有國旗的來賓請高舉 國旗會舞 跟著大家揮舞國旗 黃珊珊站在市府官員後排 雖然跟柯文哲沒有肩並肩 距離格德遠遠的 但黃珊珊一到 再成交點 卻也強調 不適用參選人身份 市民參加國慶日會被男女做完 參加國慶日是每個國民的權利 黃珊珊不怕被說 又踩行政中立紅線 當時新北市長侯友宜 沒去國民黨 留在新北升旗 再去進總成立開箱 雙時這一天 參選人各自發揮 找到自己的國慶舞台 TVBS新聞撞不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